新闻主席来请三位总会 欢迎来自立光学者唐晓龙学生 立法院国防委委会召为林玉芳生 美丽光学者蓝星小姐 政大国安中心养胎所长泰晨佳先生 还有Keyber老师阿里先生 以及新闻主持人李燕秋学姐 各位各位晚安 我是李燕秋 欢迎光临新闻夜总会 来庆商来座会 谢谢随好朋友 感谢这次钓鱼台的主权争议 还有大陆这个升高的反日的行动 非常引起了年轻族群的注意 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你们现在都已经 你们都落伍了 都让Amo的关系 你仙子三弟的关系 有跟上床了吧 有道理 其实是蛮多的年轻族群在关心说 他自己喜欢的日本明星 或者是跟日本有关联的那种艺人 像金城武 会不会受到波及的 这当然是从比较轻松一点的角度来看 你看那林委员都已经 怎么谈日本 谈一台主权竟然会这样子来谈 不真的是 确实来讲的话 这个整个大陆的反日行动 是很严肃的了 那一方面是说 今天又是918 81周年 所以整个大陆的一个反日的行动 其实是到达了一个抗争的一个最高点 在海上的部分 他们不但出动了核子潜舰 而且千船齐发 也已经到达了钓鱼台的海域 另外在他们国内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真的反日的行动 非常非常的激烈 我们先从国内的情况来开始看起 聚集在北京日本大使馆前的民众 又扔水瓶又扔鸡蛋 大陆和日本因为钓鱼台主权归属问题 僵持不下 数千名气愤的大陆民众 就在918事变 81周年这天 持续前往北京的 驻日大使馆前抗议 在早上8点多的时候 游行民众就已经沿着这条 亮马桥路来进行行动 他们高呼着口号 举着国旗 那这是截至目前呢 中国大陆与日本建交 40周年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个反日潮 除了丢水瓶 还有抗议民众丢鞋子 不骗不已正好杂重 在媒体去拍摄的记者 不少中外媒体当场惊声尖叫 另外广州上千名民众 18号也走上街头 而北京为了保护日本大使馆 派出了重兵戒备 正方警察和武警 拿盾牌和灭火器 在大使馆三公里内 拉起警戒线 另外日本Cano苏州厂 将近一万名员工 则在场内进行反日抗议 这是嘉能租赛会设 在海外最大的办公设备生产工厂 18号也全面停工 而北京三里屯的优衣库 也张贴告示 17和18号两天暂停营业 大陆反日抗议越演越烈 从北到南超过84个城市 发起大型反日示威活动 也升高了中日两国的危机 是不是这整个的一个抗议行动 有点像是失控的趋势 男学你觉得 我觉得嘛 我觉得一开始 就当他出现了这个 什么打抢烧闸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是感觉上有点点失控的迹象 但是很快的 我觉得大陆方面 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可能的 是不是在掌控之内 对他们来讲是控制中跟控制外 这点非常的重要 他们立即就出动了一些震报警察 包括一些催泪瓦斯 我想他们大概以前 很少出来过催泪瓦斯吧 已经用到催泪瓦斯 就表示是没有 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哦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事实上他们大概 因为其实我后来听 这个我大陆朋友在讲 就是说一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也讲说 大陆的这个游行跟示威抗议 其实不是官方默许 其实你很少会看到 这么多人都上街 但当开始有一些呢 这个失去这个理智的一些动作的时候 而且国际之间都关注的时候 其实他们开始出动了一些震报警察 尤其你去看这个有关于像人民日报 还有新华社 他们出的一些比较像社论等级的这些文章的时候 开始呼吁要理性的爱国 这样你就发现说 事实上确实有点擦枪着火 而中国大陆他其实会担心 我觉得这个担心 一方面当然也担心说中日之间可能很难收拾善后 就某个程度的这个彼此之间的对峙拉高之后 其实就要该寻找下台阶了 开始进行谈判了 但是如果再参加中国的话 可能会很难收拾 所以再一个话是十八大前夕 他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一个气氛 万一情绪上街头上爽了 然后呢反日才延到十八大 反共了 那这点当然很难啦 对 从反日变反共 他们也会担心 你觉得说今天共产党好像看起来 你们抗日不利 或者是不够强硬 没有这个发挥我们的这种民族的意识 说明就变反共产党了 对 我觉得肯定性量不高 但是他们官方会担心 所以所长你会怎么样看说 这是从日本的观点 你了解他们的这个整个事情 你会觉得他们会认为这是暴民 还是说这是根本就是中国官方的一个幕后的在操作 其实如果刚刚看那个画面 去掉国旗之外 好像是韩国一样 对 韩国的一个 是吧 怎么丢啊 对 对 对 好像那个场地是在韩国一样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 野田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 他选错了时间 他选的这个时间呢 正好是9月 然后918 然后第二个呢 他选错了什么 他选错了一个什么 一个很重要 现在是学校开学 学校开学呢 你注意看 现在他动员学生非常非常的一个容易 对 他动员学生非常的容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 所以 所以你觉得这个背后感觉上 还是像老共在后面的 对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 所以就是以日本的一个看法 他认为就是说 看他们那个非常的一个 有组织还拿棋子 而且他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一个旅行团 可能都这么不会 这么有秩序 反而他的思维看 这么有秩序 所以日本他非常非常的一个 质疑说 这个是受到动员 这个是受到动员 而且是官方的受益 对 而且是官方的一个受益 那日本他觉得就是说 这种官方的一个受益的一个 的一种抗议 就好像海啸一样 就是他来一阵子 但是他不会维持太久 我看到一个评论 讲说你怎么样看说 这种活动到底是 有组织的还是自发性的 你就听他们官方讲话 如果老共那边的官方讲说 像这样子自发性民众的一个活动 那就表示他是组织的 这个是最容易分别 所以这个事情 会不会真的是会失控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他还在一个可控制的失控 就是他还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里面 你从一个大陆的官方领导人的角度来讲 在我任期即将届满之前 你给我做做这个动作 你让我下不了台 我胡锦涛 我胡锦涛当年我连西藏 我都做了 你今天在这个时候 触我的眉头 连我下台都那么难看 他不可能不反应 这样子的一种抗日的一些行动 其实是官方 至少中共官方是默许的 而且有一部分的鼓励 因为他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来支撑他去面对日本吗 我觉得就是说 民间的情绪是压不住的 就是说大陆官方 他也不可能一面倒的去就去压抑 因为这种反日的情绪 在中国大陆几十年来都一样 就是说你稍微点到一下那个火麻烧 那以钓鱼台的问题 这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第一次针对钓鱼台这个议题 站到这么前面的地方 在过去日本 日本我如果是野田 我很可能也会犯这种错误 就是因为过去几十年 从1971年之后 我们处理钓鱼台 piece of cake 因为我后面有美国 我只要把台湾 叫美国把把台湾搞定去就好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中国大陆的角色 但是这一次 中国大陆竟然站到这么前面来 而且姿态这么强硬 是过去没有过的 所以他过去处理钓鱼台 他顶多听到 听到中国大陆一些言论的声音 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具体的行动 但是这一次行动出来了 所以在他要判断大陆的动作的时候 这一次如果你要说他是误判 我觉得还可以有一些理解 但是有一点愚蠢 倒是真的 我认为是愚蠢的 而大陆现在显然制造某种的舆论 这个舆论对于大陆 他可以做两手 他也可以增加对他日本谈判的 可是问题是说 对 我相信这种的行动 应该是有一些官方的许可 因为在大陆这种的群众运动 你说官方不许可 或者是没有一些的组织的话 实在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也许会心火燎原 因为他现在八十几个城市 同时都展开这样 那你说到时候你怎么样去控制 万一真的控制不了的时候 那是不是真的就打一仗 大陆大概对自己控制 大陆社会的能力还蛮有信心的 你看他动员的这些人 大概都是真的是经过主训的 至少是平常在他超过之下的 当然 而且他年轻人 很可能就有一些学生 或是一些机构的 他们特殊机构的那些年轻人 对 有可能甚至军方的人都有可能 对不对 这个对他们来讲 13亿人口要找这些人出来 不是很难 那我认为他为什么这样做 第一个叫宣泄 因为人民也是很生气 尤其现在网民很多 在网路上在传达这个讯息 你这个政府不让人民出来 宣泄一下这个情绪 那就认为你这个政府很无能 所以我想不是只有在大陆 所有的其他国家 民主不民主 大家都政府必须要做这些事 第二个 其实是一种谈判的筹码了 坦白讲大陆也希望善聊了 但善聊你日本 你要给大陆一个善聊的一个理由 大陆也不想在这个时候 把事情闹很大了 可是你日本你不有所让步的话 那请问你 大陆没有梯子可以下来 没有台阶可以下来 所以这就是个谈判的筹码 我就要让你看一看 我想大陆也是精心的 盘算过了 我就先让你这些公司被砸 然后车子被新 我就让你的这些大企业的老板们 每天在留学 可是你这因为这种冲突 到时候伤个一两个人 甚至有日本人因为这样子而丧生 经过 那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想大陆也盘算过 所以他才会触动这么多警察 对不对 而且他也知道日本人在大陆 其实胆子都是很小的 对不是第一次 很多年来 他们都已经有累积这个经验 第一个 你是的确侵略了中国 也杀了很多人 所以他自己心里本来就有点心虚 然后大陆的反日的情绪本来就很高昂了 所以日本人在大陆 他们自己也发展出自己一套 什么求生求果的这个经验 今天刚好918 大家记得918 或者是什么七七抗战 都是什么发生的 很多的战争都是一个借口 或者是擦枪走火 或者是双方都要一点面子 结果两边就谈不拢 好了就打一仗 所以这种历史上斑斑可考 所以这个是会不会一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刚刚讲第三个理由 我还没有讲 就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如果他要最后要做强制的作为 就是输出于武力解决的话 他要先动员 他要先动员 他要先所谓名气可用 第一个我把场面做这么大 希望你日本有所让步 这一次就了了 如果没有让步的话 我至少这些名气会支持我 去采取强烈的手段 来对付日本嘛 所以我觉得大陆做美艰势 其实他们都有盘算了 现在看起来 大陆是一直把这个军事的行动在升高 因为今天传出来的话 不管是牵船齐发 或者是盒子前舰 已经出现在钓鱼台海的附近 或者是他在东海做什么实弹演习 这些的军事行动都非常非常的 让这个日本看到说 好像老共真的是要玩真的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会有一触即发 我们待会来给大家分析 欢迎回来军一董在庆舱来做会 看到在大陆的反日的情绪非常之高 另外一方面他们把军事行动也放到非常之大 在钓鱼台海域方面确实现在今天 确实他的紧张情势又升高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新的发展 大陆万艘渔船准备出发 这是日本强势将钓鱼台收归国有以来 大陆渔船第一次前往钓鱼台作业 当然也不忘了派遣护渔船队 而这些船一旦靠近钓鱼台 日本也严密监控 双方将阵线缩短在钓鱼台海域 紧张气氛一出其发 事实上美国国防部长潘尼塔 就在这敏感时机造访了日本和大陆 潘尼塔希望充当合适了 不管在日本或是大陆都不断强调 中日友好的重要性 而大陆也安排即将接班的习近平 19号和潘尼塔见面 不管美国国防部长潘尼塔怎么呼吁 日渐升温的中日冲突越来越激烈 从民间的反日游行 日本企业在大陆被砸 再到大陆已经正式往海上宣示主权 再再都让日本政府倍感威胁 在此时刻 我国外交部则再度重申东海和平倡议 争夺钓鱼台的动作 越来越大 中日双方都呛瞎 军事上都准备好了 战争会不会发生 美国如何在中间斡旋 都成了钓鱼台争议的下一个重点 真的看起来好像真的要打仗了 所以真实实动确实是有升高的趋势 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整理 给大家报告一下 钓岛的海洋大战一触即发 大陆有九艘的海间船 还有三个海间机 全天巡视 渔政船今天两度进入钓鱼台的海域 跟日渐对峙 然后就用中文广播说 钓鱼台是我们的 大陆有千艘的渔船 要抵达钓鱼台的海域了 大陆最新的先31隐形战机的照片 就这样不小心就曝光了 大陆在东海实弹演习 发射了40多枚飞弹 香港的商报说 大陆的攻击型的核子潜舰 已经在钓鱼岛的20海里的地方 大陆决定要向联合国提 东海200海里的大陆棚 这通通都是属于中国大陆的 将钓鱼台化在中国的范围之内 但是日本方面其实也有一些的行动 日本方面在大陆驻福岡的领事馆 被一个日本男子丢一个火箭筒 另外两个日本男子今天 登岛了 他们就划了一艘船 就去登钓鱼台岛 结果后来大陆方面知道以后说 这真是一个严重的挑衅 所以所长 所以现在来看起来的话 我不知道从你这样观察 从陆方的这个动作 跟日方的一个反应的情况 到底是不是打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篇幅来看 那个大陆的一个动作比较多 日本的动作比较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同样是有民族主义的一个情绪 大陆是比较外显的一种民族主义的一个情绪 日本是比较内敛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难怪最近我跟一些 就是日本学者他们在谈 他就说他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忍耐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也知道说不能够有冲突 对日本来讲 对 因为毕竟如果发生冲突的话 其实对日本也是不利的 因为日本它是 他们就是要依赖美国 那如果是说美国袖手旁观的话 那那个对日本来说就是很不利的 而且这次事情确实是日本挑起的 当然当然 而且我觉得从这一次的一个事情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应该算是一个高点 因为就是说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就是不论是在那个示威抗议 或是怎么样等等 他们都是有所节制 而且他们的一个海间船 不论是海间船或是什么等等 他们都不会进入到钓鱼台的一个十二海里 我觉得 有哎有哎已经进去了 有吗 就之前有 已经进了两海里了 只是没登岛哦 到一点多海里 所以到了一点多海里 就是没有登岛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是要展现肌肉了 但是就是说没有改变那种现状 那他们是在认为就是说 如果现在中国大陆 他登岛 如果是几个人的一个登岛 他就按照以前的一种惯例 就抓起来遣送 但是如果是很多上百人登岛 是啊 那这个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冲突 所以你现在千传其发 如果说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 现在的状况就是在这里嘛 钓鱼台 这个是十二海里 这个是二十四海里嘛 好 我们这几个人的位置是在这边 好那现在大陆方面就是个保安厅的巡视船 它就在这里 所以那这个是潜舰 听说在二十四海里的地方 那这是二十四海里的地方 所以大陆渔船进来 那好了 我是随便摆了 反正大家通通到这里摆 对不对 大家全部在那边打嘛 那渔舰跟潜舰都登岛了呀 就登岛 就打了嘛 很容易打起来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是我们育方兄弟的战略专家了 我不敢这样讲 我这样说了 大概他现在是浙江的船去了 那浙江以温州来讲到钓鱼台的海域 大概是三百五十公里了 所以如果清晨凌晨出发 招发细致 差不多现在就已经很接近这个钓鱼台 我觉得不要讲说万船齐发 说千船齐发 你知道一百条一百艘的渔船 进到钓鱼台 钓鱼台是五个岛啦 最大的那个岛叫做钓鱼台 他如果一百艘绕着那个钓鱼台 十二海里之后你就看你日本 你要不要进到十二海里 去赶他 赶他或是逮捕他 可是只要他们有进去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 只要进到十二海里要对付这些渔船啊 那中共的你说海间船也好啦 或者是一阵船也好啦 反正他们已经进入过十二海里 最近只到了一点多海里 他们进去过了 现在我的了解是 看的资讯看起来了 他们没有在十二海里里面 他们在等 渔船如果进去没有遭遇到麻烦 那这些船就维持在十二海里的边缘 如果遭到麻烦 这九条的渔政船 甚至还有更多 他们就会进去 那这个要问所长了 如果真的进十二海里 这些渔船进来 请问一下日本的这个船动不动 他如果完全没有任何动作的话 哇那这个在国内的舆论恐怕也受不了 我觉得说就是 他只要他的一个中国大陆的渔船进入十二海里 我觉得他的海上保安厅就会就会进行驱赶 驱赶 一驱赶 因为十二海里是他们的底线 对十二海里就是他们的底线 那他们这个大陆的海间船一定出现 对 所以所以就会造成双方对峙的一个局面 那对峙了以后 那要看双方 双方有没有任何的 大家互相用广播器 呼叫一下就算了吗 至少现在都是用广播的 就是 而且我们这只有船 上面还没有飞机 大家飞机都还飞来飞去 而且要看看就是说 那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海舰船 它上面配备的一个武器 跟那个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一个武器 其实往好的方向讲 譬如说前几天 其实大陆的云林也已经进到 水海里过一度 海间船也曾经出来过 对我觉得没有的地方在于说 当媒体去问日本的这个保安厅的时候 他们就说 啊 没看见 没看见 在哪里 没看见 然后他们就居然有智慧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 坦白讲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处理 就是说你进来了也出去了 你就对你的国人宣称说 你们进来了也出去了 在日本就说 我没看见 我没看见 我来看看 没有了 不见了 这是一个 那再一个的话 过去其实曾经有过 就我让你进来 再出去 你进来了对不对 我开始要驱赶你 那你已经进来过了嘛 你已经达到你的目的 你已经进到十二海里了 所以 你让你达到你的目的了 然后之后开始我现身 然后你本来就该走了 所以我就 驱赶你说 请你立即离开 这个十二海里 你也就离开了 这个钓鱼台 日本固有的疆域 然后大陆里面就喊 这个钓鱼台是中国固有的疆域 然后彼此讲一讲之后 就各自离去 那所以呢 日本也已经达到 他驱赶的目的了 然后大陆也达到他进入的目的了 其实这是一个可能 我坦白讲 比较好的一个政治处理 一点点默契 而且曾经擦枪走火过的 像上次我们的渔船 曾经这个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到一个那么升高 所以大家处理也还没那么谨慎的时候 他曾经对我们喷水 后来造成我们的冲突嘛 后来才会进行渔权谈判嘛 那这个东西 很可能就是叫做擦枪走火 会升高 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观察 就是说 双方是不是有默契 从上次这个大陆海间船进来 然后日本说我没看见 我就觉得他们之间是有默契 虽然目前看见好像很紧张 很紧张 什么隐形飞机也出来了 什么东西都出来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 目前其实这样子 如果真的闹下去的话 对中日双方都不见得好 对 你想想看 大陆渔船 如果是千船齐发 就一堆 就不是说一艘 我比较 你进来了 我没看见 你就赶快走吧 他是上千艘 就不是说你看不见了 你不可能说你上千艘 我没看见 所以我的这个海上厅的船只不出现 一定要出现 一定要出现 一定要驱赶 那上千艘里面 只要有几艘 或者是十艘 他不听 那就好看了 他不可能采取行动 因为他基本上 他是一个执法者的立场 那在执法的立场来讲 我们说法不罚众 法不敌众 就是当群众很多的时候 你说今天群众 有一万个都违法 你难道去抓一万个吗 你说大陆这些渔船 他们到底要干些什么 那当然我想 他宣示的味道是很浓厚的 但是不排除 这些渔船 如果说到之后 这些渔船 千艘渔船 都把自己当作是保钓船 对 都登岛 对 我跟那个话 登得上去啊 那 登得上去 真的吗 登得上去 那就是一个日本更尴尬的时刻 当然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觉得从大陆的角度来讲 他没有办法去 他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太细节的部分 但是日本当然有某种程度的自去歧入了 因为可能很多人 包括日本的媒体 一开始都在分析 就是说 大陆不可能为了一个岛屿 这么小的钓鱼台 四点多平方公里 然后呢 就是就打一场仗 误判了 你回头去想 从韩战之后 中国大陆对外的几场的战役 都是为了倒 从跟俄罗斯 苏联 为了黑虾子倒 所发生的中俄之间最严重的冲突 不过是黑龙江跟乌苏里江 夹角处的一个 几个沙 沙舟凑成的地方 第二个 金门马 马祖 都是倒 再来 为了西沙群岛 跟越南打一仗 他几场重大的对外战役 都是为了倒 大人上 是 而且他从来不会 你再注意到大陆大国之后 他会考量到经济因素 考量到什么因素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分析大陆 所以你的结论就是说 会打 只要是 中国 以中国1949年之后 对外冲突的模式来讲 我最最早以我有限的研究 当然以豫方兄的为准 以我有限的了解来讲 我从来没有看出 他有为了一个倒的大或者是小 决定打或者是不打 我也从来没有看出说 他有因为对手的强或者是弱 而决定打或者是不打 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 就对他的经济会有什么冲突 而决定打或者是不打 基本上 领土的问题 哪怕是一个小岛 当大家从一个国家尊元去谈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领导人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因为都是历史定位的问题 那这次钓鱼台的问题 我觉得日本蠢就是把他逼到了这个位置 逼得他非反应不可 所以真正的现在实现说寸土不让 这是马总统所说的话 是老共 老共大概是真的 他真的不会让 不让 好 我们待会回来 明国二十五九月十八日 日军炸毁了东北沈阳附近的南满铁路 并在现场放置三具中国人的尸体 嫁祸给中国军队 宣称遭到攻击 随后日本关东军便以此为借口 无预警的发动攻击 进而占领整个沈阳 展开日本惊吞东北山省的序幕 日军占领沈阳之后野心未减 四个月内陆续占领吉林 黑龙江 屠杀中国三千多万的军民 占领相当于日本国土 三点五倍大小的东北山省 当时日本受到国际舆论强烈谴责 于是便扶植满清末代皇帝溥仪 在东北成立魏满洲国 欢迎回来新闻一种会 大家请上来座会 刚刚听到了我们都记得 918的事变好像只出现在历史课本上面 对台湾来讲 我们对918似乎是真的 感觉越来越淡了一些 可是刚才他讲说 因为918 那所长是认为说 这是最高点了 后面就会开始慢慢降温了 因为老共方面 中国方面也希望能够 把这个事情不要弄大 对 但是湘龙完全觉得不同 湘龙觉得说 这种事情老共寸土不让 所有的事情 他不会考虑任何的后果 因为这是国家尊严 还有这个领导人的历史定位 但是我的想法是觉得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 跟过去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这一次日本的背后是美国 它的背后是美国 那那个 当然就是说 中国大陆他想 他之所以会出现这么样的 这么多的一个动作呢 他当然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过去在钓鱼岛 维持现状的时候 维持现状的时候 中国大陆呢 它的一个军 不论是军舰或是潜艇 都不会到附近的一个海域 但是日本国有化 打破了这个现状 中国大陆就取得了一个 进入了这个海域的一个震荡线 所以我觉得 中国大陆呢 它主要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呢 这个钓鱼台海域呢 其实是中国大陆 要突破西太平洋的一个岛链 进入太平洋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现在呢 日本自己玩火自焚 引狼入室 然后让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 进入到这个区域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 达到它的目的就可以了 为什么 如果它把冲突升高 然后两方引起冲突的话 日本背后是美国 美国就开始介入 让美国的力量又直接进来 本来只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一个对峙 升高为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对峙 我觉得这不是 中国大陆想要的一个情况 我比较站在这个蔡所长的角度 我一直认为对中国大陆来说 虽然它有非常多的一些民族情绪在里头 对他们过去来说 所以统一这样的概念 或是一个民族情绪这样的概念 是寸突不让的确实是 但我觉得现在整个的世界情势 正在剧烈的转变当中 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它很可能成为一个文明崛起 和平崛起的大国的时候 我并不认为它会贸然行事 因为这个形象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 而且它好不容易维持到现在 尤其尤其是现在 你对异于美国到处反美 觉得你是一个这个非常粗鲁的 批评人家宗教领袖的 然后骂人家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 老美这个文化输出 然后霸权输出的状态底下 我认为其实中国大陆 他一直认为他到目前为止 这个形象相对来说是维持的好的 所以我不认为他会轻起站端 就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 尤其是十八大就是召开在即 对他们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权力移转的一个时间点 当然你不能够任何的就是说退让 但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 做到说你也不可能太照进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一个 怎么讲政治智慧 因为他们不只是要做给自己的国人看 他们要做给国际看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真的是 除非是真的是叫做擦枪走火逼不得已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林委員讲的 有点非常关键 我觉得下台阶在哪里 因为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会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而需要政治智慧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说 为什么他们会锁定这些日商 我就让你去打去砸 你日商会回去给你的政府哭诉 那所以政府就会有压力 对那所以这个部分 对他来说又得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觉得野田 他真的有点活该啦 但是不管怎么讲 他活该之后该怎么样子 搬个梯子搬得出来吗 我觉得这点被他很重要 他误判情势是确实的啦 那误判了情势 但是到现在引发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他必须要自己吞一些东西呀 我并不认为就是说 中日之间在这个议题上面 会有十十只动武的可能性 但是就是说 你刚刚讲完的时候 我都以为已经要打了 我觉得很 你就是很兴奋的 如果日本 说话一向很有弹性 现在你又说没有可能 如果日本低估了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为了这样一个小岛 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或者说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我没有看出来 中共在面对到主权 跟所谓的民族尊严这个帽子之下 他会去考量到所谓的成本问题 他最大的成本 就是老百姓对他的那种 那种的不信任感 但是在这几天的时间 我觉得北京方面 几乎已经为钓鱼台的 就是事情的处理 他已经画了一个最底线 大家都已经画了 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购导要停止 那购导停止 当然这个时候 其实有一个可能 就是如果野田在选举的时候输了 然后他失去了 值得哪位置 他不再当隔魁了 那新任者自然就 就有另外的处理的空间 这可能性未必没有 第二个就是说 他在实际上钓鱼台附近 因为最重要是钓鱼台周边海域 未来要怎么去处理 他也表达就是 如果他的船舰受到碰撞 或者是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 他都会有反应 再来就是说 自卫队绝对不可以登岛 就是如果你自卫队 他现在还是海上保安厅 他讲说自卫队的 就日本的军方 如果有实际上面的 军事登岛的行为的话 那就视同宣战 这大概都是底线 但是我觉得他只是借着这个机会 特别是借着日本的国内的政局 以及美国选举 我觉得他借着操操作这个议题 去创造自己将来 在东海问题处理的空间 跟自己的发言权 对他来讲基本上他不输 我们在这里看到 大家好像都很热闹 因为这都是一个代表性的船舰而已 其实这个一个大陆渔船 其实代表的大概是有上千艘 一个大陆的海测船 现在是十艘 因为日本媒体最新的报道是十艘 想想去这么一个小的地方 十艘的这个船在这边 还有一个潜舰在这边 还有日本保安厅 刚刚预防熊讲说 他这个大大小小的船只也是一大堆 日本大概他的海上保安厅的船 大大小小的450艘了 但是当然不可能全部都用在这里 他别的海域也要使用 而全部进来的话 这只急死了 我们一个现在观察就是 美国有没有力量在这里 可不可以作为一个调停者 另外一个就是 整个如果大陆在后一步 在进行的是 日本方面的经济制裁的话 日本受不受得了 或者是大陆自己受不受得了 这样子啊 美国制裁 其实在日 可调停了 对日本来 对美国来讲 却包括对中华民国来讲 此作用者 其实就是美国人了 太罗宣言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真的可恶 这个铺制裁宣言里面 你把这两个带起来看就知道 战后日本能够得回来 就是那四个岛 他现在的制裁 北海道九州四国 这个本州 就这四个而已啊 那其他你要跟同盟国去谈 其他的日本拥有岛屿 空之国岛屿 保管管家 先未来何去何从 要跟其他盟国谈 请问美国有没有谈 美国没有啊 所以美国是始作用者 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去把出卖了 我们中华民国的利益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说 美国出来要来调解这个事情啊 中共其实心里是知道 你美国其实是偏向日本的啦 你要重返亚洲 你也需要日本来协助你啦 而且说实话 美国搞 对中共的观点来看的话 我的观点也是一样 这个钓鱼台这边出现个危机 对美国不是坏事耶 只要不要爆发战争 把美国扯进来 有危机有对立 那你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就更重啊 就更大啊 你要买的武器更多啊 对美国都是利多的消息啊 可是现在我们每次都讲说 两大之间难为小啊 中国跟日本 日本本来就是两大了 那现在还再加一个美国 三大之间 请问一下台湾 到底小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我们到底 我们每次都想说 钓鱼台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请问一下国际间 到底了不了解 现在整个钓鱼台的纷争里面 台湾是有一份的啊 大家晓不晓得啊 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来品商 来受惠 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图啊 刚才一直都在讲说 大陆的船啦 日本的巡逻船啦 然后大陆的海间船怎么样 然后这边还有潜艇怎么样 哎 这边这么热闹 请问一下 我们台湾现在在怎么样 我们的台湾渔船 跟我们的核心舰 我们的海巡署的船 请问一下 我们在哪里呢 两大之间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办 现在再加上美国 其实美国才是真正的 主宰台湾一个方向的 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那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办 台湾的背后 当然是美国在 在掐着 因为台湾如果说再进来 当然台湾不至于会有 会有什么一些太不理性的 太强烈的举动啦 就像我看今天看媒体就说 在大陆的日本人 或者在大陆活动的这些 这些日本的这些明星啊等等 都很压抑 都很自知 都不敢出门 可在台湾的这些呢 日籍背景的人 都觉得很自由自在 就台湾完全感觉不到反日 台湾是 台湾如果说一边一边要反日 一边要反望中 我发誓反望中的人 一定会比反日反日多 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台湾的社会 社会的情感 它在表达反日的问题上面 如果今天能够动员反日的话 那去年3月11号之后 就不会捐出160亿美金啊 那个史上对日本的 最大额的捐款 比其他所有国家家财 都还要多 你就知道台湾底层的 对日本的那种情感 跟好感是很强的 那马英九的动作 不止两大之间难为止 我常常比喻啦 就是如果说 今天我们在一个 在一个丛林法则里面 因为就在一个国际冲突里面 它是一个丛林法则 当两只恐龙在打架的时候 你当然是躲远一点嘛 两只恐龙要打架的时候 你要参参进去 你想要劝两只恐龙要讲和 那怎么可能的事情 那不是你办得到的 那你只能够在旁边 闻来话说 站关山看被瞎瞎瞎瞎 他给你夾得不瞎瞎瞎 就先等 先等事态沉淀之后 事态沉淀了 你作为弱小的一方 才有发言的机会 在当时大家情绪都很不理智的时候 你想要发言 第一个不会有人听 第二个你想要参与都动手 你是突然自取其辱而已 可是我们这样是不是也被边缘化了呢 我不认为这样子了 我们当然有我们说 我先讲 我说我们对日本的反感没有那么浓 就某点来讲大陆要负最大责任 你对台湾一路在打压 你到现在在外交上把台湾打得无路可走 你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就会选择要交一些朋友 所以军事上对我们可以帮忙 经济上也可以依赖 而且地理位置又近 所以这样一个结果实际上说大陆自己 我现在看到北京出现因为中华民国国旗 我觉得不错啊 因为闹这件事情中华民国慢慢又复活了 我觉得好啊 不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所以大陆自己要去思考一件事 我们能力度要靠这样子的方式吗 你在国际的纷争上 你希望台湾支持你的话 你平常对台湾要好一点 你讲说同文同种 还流着一样的血 可是你在国际上你没有索卵过 当然两岸的关系现在是改善了很多 所以太平岛水域 日本今年到现在 中国大陆到现在没有一艘船进入 到越南进入了68次 所以大陆对我们是有在改善的 关系这我们要赞美它 至于您刚刚讲的问题 台湾不是没有角色 我讲过很多次 其实大陆是最近才变得比较英勇 以前在钓鱼台问题上 是台湾表现得比较英勇 你知道这个海钓船的那一次 这个被撞成那一次联合号 我们海型主国船 是保护了海钓船 冲到鱼钓鱼台之后 那一次是日本人的船 公务船 就是海上保护器的船 要来逮捕那一艘的这样的 保护船 是我们海型主国大船 放出了小亭 送了三个队员 跳上那艘船 日本的海上保护器的船才退耶 对啊 所以一直到目前为止 结果拿出五星旗啊 坦白讲 我跟妳说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北京就补你面旗啊 所以我们的保调人士 自己脑袋要非常清楚 你让中华民国海型主帮助你 你到最后拿出个五星旗 这个就是大家在钓鱼台问题上面 台湾有一种 比较复杂的看法的原因 那我们台湾现在是不是 因为反正 襄龙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人家在打架 我们就站远一点了 不要这个时候跑进去 我觉得台湾当然是有角色的 但是当现在正在热头上的时候 其实台湾不太适合 因为第一个你会营造出两岸 共同动作 这就是我问 因为老共已经讲出来了 他们已经开始大声疾呼 现在是中华民族 所有的儿女们一起站出来 要来抗日的时候 所以两岸之间 兄弟细强 但是要外遇起舞 三个月以前 如果是三个月以前 大陆从央视到他的地方的媒体 没有一个台敢谈钓鱼台 没有一个 感觉谈钓鱼台 说两岸应该要共同怎么样 但是三个月以来 大谈特的特谈 就是慢慢的 它慢慢的就开放了 就是这个敏感 是在这三个月之内 很快速的转化的 那我们要不要给人家这种感觉 说我们两岸 共同在 违抗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我认为最不需要去掉进 这个政治陷阱当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我从一开始 我就认为说 我们的官方 我们的中央政府 做这件事情 要有进有退有节 就是说它有一个节奏感 你要给 你要有些动作 比如包括外交的 那接下来 但是你还要给他们一些 战略空间 但是我一直认为说 这件事情 我主张 民间为什么不能有动作 我觉得 在观察这一次 保钓 或者钓鱼台的问题上面 我觉得两岸之间 呈现过度的极端 大陆过热 热到非理性 热到那种民族主义 高张到一个程度 你知道吗 你很难想象 现在这个世代 你会纵容这样的一个 民众这样上街头 台湾呢 冷 冷到一个程度 你去问 我去问我一些朋友 或者认识的一些 你对钓鱼台这个事情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大家都觉得 钓鱼台好远 云雾飘渺 今天在哪里啊 钓鱼台长什么样子啊 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说是绿岛跟蓝羽 他也要强主权 那可能大家还会愿意 问他出来 哦 怎么样 对他太远了 可是我觉得 这件事情就过度的 让我觉得他凸显 至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台湾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对日本 对中国 他有一个复杂的情节 朝野之间 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没有共识的 所以呢 这个没有共识的话呢 促使了在今天 台湾面对这样的 国家主权上的时候 他们没有一个一致的对外的力量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要问的是说 譬如说像今天 我们有宜兰的渔船渔会 他们说要发动60艘的这个渔船 对 要去钓鱼台嘛 好像四个礼拜之内嘛 礼拜六 对对对 要出发呀 所以这是民间的力量嘛 就说你就算形成了两岸之间 共同保调 又怎么样呢 这是我们的目的 是我们要保调 不小心两岸都在一起 那是 那是一个结果嘛 我觉得这不是 不影响到我们自己 声张我们的主权 但是关键在于说 帮他们去跟宜兰县政府说 那请你补助我 有 你需要有 补助五百万就好 林松立贤说 你去找中央 奇怪 就觉得民进党很奇怪 你自己说 政府不够强硬 是不是民进党说的 说这样政府不够强硬啊 那今天 渔民找你说 那补助点油吧 我们要强硬一点 我们要去靠近钓鱼台 你为什么不补助呢 所以现在你看 台湾渔船如果这次要去 也要到钓鱼台去 那请问一下谁 国民法如果当宜兰县的县长 我们就要补助五百万 要不我们就 我们就国民党的立员 募五百万交给宜兰县的县 请问一下以后 护我们鱼的到底是谁 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还是我们要靠大陆募鱼 我觉得林初贤的话讲太多 当时是谁 第一个挑出来讲说 他要跟马总统一起上去订那个 订那个门牌 我当时我就讲了 你当宜兰县的县长 而且这是龟尼馆的钓鱼台 你就自己应该先去 先去钉才对啊 而且想实话 你在几十艘渔船去 海巡船船就一定会去保护 所以我们做的要比 中国大陆啊 他是财大气出嘛 我们要做的细腻一点 要有点黏 但是也没有办法太黏 因为国际情势 所以我们这些 一旦的船出去 海巡船绝对会派船 绝对护 去保护 那就看你日本要怎么处理 但我们大概 不会到二十四海里了 我们大概在五六十海里的地方 那就看你 不不不不 这个主持人 我要替海巡船讲一句话 因为这几年来 我跟海巡船接触是非常频繁的 太平岛的事情 他们是很勇敢 你说我说这个装备 你们就要接 他们就接了装备啊 所以海巡船每次只要海钓船 这个保钓船 有经过我们这边合法的申请 只要出去 我们海巡船 你走多远 我们就跟你到多远 所以只要这五十艘的 宜兰的渔船 我希望县长要带队 县长你不要落跑 你如果要落跑的话 我告诉你 这宜兰县的县长 真的可以被罢免了 话讲最满的是你 你现在千万不要落跑 你知道带这五十艘船去 我们绝对要求海巡船的船 一步一趋 你们敢上岸海巡船的 这些船 就是支援你们上岸 我保险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不是绝对不能够 让国际间感受到说 这是两岸共同抗日 对 其实我觉得 对我们不利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 两岸之间 因为是在处于一个不对等 而且还有一个主权上的 一种争议 还是主权 如果是说我们现在 让国际间觉得就是说 两岸是在联手的话 那以后钓鱼台的一个问题 到了国际场合的时候 中国大陆就取代了 我们的一个发言权 所以我一觉得是说 两岸在钓鱼台的问题上 可以有默契 但是绝对不能让外界觉得说 是一种联手 对是在联手 而且刚刚都在提到就是说 我们台湾好像很冷 中国大陆很热 但是大家好像忘了 我们的 我们的是不是代表已经回来了 我们已经把它召回了 大家可能 对大家可能忘了这件事 对 我们的动作也是很多的啊 对 我们还是有外交上的一个动作 我在讲是民间 我觉得民间很冷 可是是不是说 我们至少要让国际间知道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吗 我们总统去了彭嘉宇 请问一下 我们没有任何国际新闻出现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国际记者 会来宣示一下 我们台湾的立场 所以大家会觉得 你们是在两岸之间 在合作要来抗日了吗 所以我们没有表达 我们的立场说 我们的跟中国大陆是不一样的 要一台是中华民国的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我们完全没讲过啊 你在国际上有看过这样的声音吗 我是没有看过 是啊 那到底 当然登彭嘉宇之后 其实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国际媒体 跟国际的一些 就是说战略研究单位 就是关心这个区域的学者 其实是 有在 是有在关注 同时也持一些正面的态度 那这段期间 我觉得 可能台面上看不到的 就是说 美国背后的动作 其实是很多的啦 那也不断的在交涉这些 他当然不会派国防部长来 但是除了国防部长以外的 重要的管道 其实是不断的在施压 希望台湾 就忍一忍 就是最少在这时候呢 不要让那个局势更复杂 难怪我们那场 童嘉宇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